那我们很快看一下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有几个股份的名词 那这个股份的名词其实 我想还是 反而我是觉得你其实顾名字 可以就看得懂还在讲什么 但是有很多同学还是没有办法 很快的把那个概念发清楚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几个名称 第一个可以你看一下 593月的合准股数 合准股数呢 就是指公司要发行股票之前 他先去什么 先去他的主管机关 去做申请 好 那我们目前你其实公司要申请不是很麻烦 但是呢 最早就是要什么 去报备啦 所以呢 他报备完成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公文说 好你的报备我已经收到了 好造准 那就是什么 他核准了 所以核准了之后 你在发行的股 我们是根据你核准多少股数来的 那核准呢 本来我们核准100万股好了 好 但是呢 公司法有规定 你可以分次发行 我核准100万 如果按照公司的证券交易法规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拿到1000万 就是我一次发行的时候我要拿到资本1000万 至少1000万能够面值10块钱 好 但是呢 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呢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莫及到那么多 没办法找到那么多人来买 或者是说我也不需要一下子有那么多的现金 资金进买 我也不晓得这个钱太多我也没办法一下子做很好的运用 好 所以我们的公司法规定你可以分次发行 好 分次呢 我们规定第一次发行不能低于四分之一 至少要25%以上是公司法的规定 好 你呢 公司的设定要先经过这个主管机关的核准 好 是建设局还是 还是 还是 还是经济部 好 所以你要先经过了这个你的主管机关报备 核准之后 核准你设立了 好 当然你核准的时候呢 你要去申请之前你要你要呈现什么 你要提供你的公司的章程 发起人的名单 等等等等等等 你的财力证明等等 所以基本上你有一定的文件要去这个这个背起 才能够送件 那送件它核准之后 我们叫做核准股份 比如说我公司成立 我预计的资本额要1000万 好 所以我要发行股份就100万股 好 然后呢 因为公司的规定里面 好 这是我预计未来我要收到那么多 可是我现在一开始 我没有办法 我不用收到那么多钱 一则也许我一下子要募集那么多钱也困难 二则可能我一下子来那么多钱 我也没办法做很好的运用 所以我就采取分次发行 那公司法只有规定你分次发行的第一次发行的股份 股数不能低于你的核准股数的四分之一 就是25%不能比这个还少 你可以30可以50可以80可以 但是你不能10或20不行 因为它规定这是公司法的规定 所以我的分次发行分次发行了 发行出去的叫做已发行股份 那我的核准股数股份减掉我已发行的 就是我的什么未发行股份 既然我可以分次发行吗 好 所以核准的股份股数减掉我已发行出去 剩下就是未发行股份 未发行股份 就是还在公司的 不能说口袋里 就是反正还在公司里面 但核准未发行股份 既得它不等于库藏股 那你说那就是库藏股 因为公司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的股票吗 不是 它跟我们定义的库藏股不一样 好 我们说以核准股数减掉离发行股数 等于未发行股数 但现在未发行股数不等于库藏股 库藏股是什么 情况还叫库藏股 库藏股是指公司已经发行出去 再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我才叫做库藏股 这个未发行股份是从我核准之后 从来月从公司跑出去的 它就不叫库藏股 库藏股是必须是已发行的股份 然后公司再从市场上把它买回来的 好 这样清楚了 好 所以你未发行股份不是库藏股 公司买自己的股票 我们叫做库藏股 公司买别人的股票 我们叫做投资 好 公司买自己的股票 不能说自己投资自己 好 我们是叫做库藏股 公司可以去买别人的股票 那我们可以叫做投资 好 那再根据你投资的目的 是交易目的 卑躬出售 还是对它有什么企图性 不能企图性 对它有什么用意的 我们就叫什么股权投资 那就看你的投资的目的 但是那个都叫投资 但是公司买回自己的股票 它不叫投资 而叫做库藏股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核准股数减掉 就是减掉以发型的股份 我们叫做 剩下的就是未发型股份 那我们刚刚讲未发型股份不等于库藏股 好 我的以发型股份 我这边差掉了 好 我以发型的股份 好 以发型的股份 这个我都要改成箭头了 所以我核准的股份 我经过发型之后 发型了之后 我如果从市场上买回来 我以发型股份 靠到库藏股 我们叫做 这个叫做流通在外股份 好 以发型出去 我又从市场上买回来 库藏股 那这个 我就没有在外面流通那么多了 这个叫 所以这个叫流通在外 所以如果工资没有库藏股 那我已经发型股份 已经发型出去的股份 就是流通在外的股份 但是如果我又买回来库藏股 但是如果我又买回来库藏股 所以我的以发型股份 然后库藏股 就会得到流通在外股份 好 所以这几个名词都会用到 因为我们到时候在算 它的这个美股净值 还有呢 这个 EPS 计算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些名称 好 那今天呢 其实我昨天看到那个最近 如果大家有在买卖 或是关心那个股市的话 就可以发现最近大陆 陆股飙得很厉害 好 那我这个今天早上也看到 那个非凡的幸福在讲 陆股它的一个净值比很高 好 就是相较相较很多的 什么它的比较台湾 日本 韩国股市来讲 入股的那个净值 净值比很高 股票股价跟股票的市价跟净值比较起来 其实它的股票的市价已经 就是在正确市场上的价格 已经高为它的净值很高了 好 所以这表示它的风险也比较大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第593页 它就讲核准发行 以发行 会发行 流通在外 以及库长股票 这是我们刚刚就把它直接用这样子打讲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份的认购 基本上我们现在会举例 就是说我们的股票的发行会有几个流程 好 它宣告出去之后 会让人家认购 好 那认购呢 其实它 我认购不是这样的 例子叫缴股款 好 所以我从认购完 然后到缴完股款 以及到公司来发行你股票 这段时间是有一点的时间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认购了以后 可能我先交了一部分的订金 某个部分叫订金 或者是先讲部分的股款 但是有些人缴了一半之后 根据规定缴了以后 后来他发现 他没有钱了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 他有更好的投资标的了 所以他就不想再继续完成这个认购的程序 那怎么办呢 有几种处理方式 那看发行公司 它第一个可能会把什么 它的你认购的股款 既然你对我公司没有兴趣 那你之前先交的部分股款 我全部还给你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 比较狠一点 我全部摸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反正是你毁约嘛 这个投资人是鼻子摸了就认了 第三种情理是 你交了多少股款 我就折合股数给你 反正你要认购一万股的 所以照理说你可能要交十二万 可是你先交了一万二 所以我就先给你十股或一百股 就是折算一下股份 这是另外一种 第三种情形 那第四种情形是什么 好 你认购的股份 你不认了 好 那我也不要占你的便宜 那我的 你放弃的股份 我重新再发行 重新再让人家认购 那如果在认购的价格低于你原先认购的价格的话 那差额你要付 那我在发行所发生的这个费用 你也是有什么 原刃购人要负责 好 这是第四种情形 所以课本上面来举一个例子 好 请你看一下 好 事例三好了 好 事例三 在598页 他说呢 差七年的一月份公开募股 好 发行面额十块钱普通股十万股 然后发行价格是每股十五块 然后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 已经这个经过了认购完成 然后呢 这个合约中规定 认购人在三月底要缴款 要缴纳二分之一的股款 然后四月底要把它缴逐 所以二月初已经认购完了 然后呢 这段期间就要缴五块 那他有时程 三月底之前要至少缴二分之一 那四月底就全部缴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一开始你发行你这个二月份的时候 好 你要再做分录呢 第一个 你一月份公司董事会开会 说好 我们要作为募集十万股 然后发行的价格每股十五块 好 董事会开了这个会之后 就不用做任何分录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产生权利义务 好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开始做 然后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已经完成了认购了 好 我已经完成了认购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有什么 有跟认购人收股款的权利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十万股每股十五块 就我的运收股款就一百五十万 请你看 因为这个分录很简单 我就不写了 五百九十八页 所以我要收到五 这个一百五十万的股款 那我会给对方什么 股本 普通股跟益价 好 这个时候我先把它写进来 益价跟我的股票的面值先同时 就把它分开入账了 就代替已认普通股 那已认普通股 不等于等 不能完全等于普通股 你要知道吗? 他未来你认购了 你发行给他 他才会变成真正的普通股 这个时机点他只是认购 你也还没真的发行股票给他 所以你只用已认普通股去入账 当然资本宫金也写起来什么? 普通股溢价 但是你会跟这个已认普通股是绑在一起 万一未来他不旅行或等等的 你要充的科目 金额就是充这个部分的 好 那我们现在谈一下应收股款 它是来到什么意思? 应收 我们讲过 应收 这两个字 99% 它是属于资产 但是我没有讲100% 好 应收什么什么东西 应收什么什么 科目 但是我说了 应收 这个科目 一个会计科目里面前面的应收两个字 99%是资产 但是我没有讲100% 没有讲100% 这边的原因是第一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应收股款 好 清水上有两派的主张 一派的主张认为 应收股款就是什么? 资产 而且还是流动资产 因为一般来讲你认购了之后不会拖很久 拿这个例子 你二月认购 四月底就要交完 所以才两个多月而已 所以两三个月而已 所以它当然是流动资产 那有另外派说法 好 他认为应收股款应该认为权益的减相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合理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分路是不是借应收在股本 可是这个股本 你真的已经可以形成股本了吗? 第一个 你还没有拿到钱 你还没有发钱股票给他 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会认为 我也会主张 应收股款是当作权益的减相 因为你把它放在你的资产付代表 这个分路一个借方是150万 股本一百万 股本溢价50万 然后减掉一个运收股款150万 所以等于零 对这个分路产生 对资产付代表也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你说我把它借资产150万 可能也增加150万 那你会膨胀了你的资产付代表的金额 所以站在我们的稳健原则的情况之下 或省税性的原则之下 我会比较主张应收股款 视为权益的减相 所以我说了 你看到应收 但你99%可以很大胆的认定 它是一个资产科目 但是我说了 有时候你要去留意一下 有1%的可能性 这个1%的可能性 比如说这个应收股款 我们就会主张它是权益的减相 这是先解释一下 运收股款 那再来3月底的时候我先收到1半 好 我要收到股款的是150万 我先收到1半 所以我先收到75万 所以599月借鉴金半应收股款75万 然后4月底的时候又再收到1半75万 然后同时我就发行股票给它了 所以我把已认普通股转为普通股 股本 所以在我们的599月的第二个分路 这很简单嘛 所以这是完全按照双方的这个约定去执行 就没什么问题 那再来看一下势力4就讲了 如果我交了1半的股款之后呢 有一些 我不能说这个十万股的认购人都有后悔 或者是不履约 而是有一些而已 那就是有一些人呢 这个认购人违约了 没有履行 他有什么约定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请你看一下势力4 好 延续的势力3呢 某一个人 好 他就讲这个人呢 他认购了十万股里面的两千股 然后呢 缴纳第一次股款之后 到了4月底都没有再交 另外一半的股款 那5月底呢 公司决定将他违约的股份 两千股 另外再进行公开招募 好 那请针对这个 讲这个人呢 他的股款 或者他这个违约的事件 事件呢 公司会怎么处理 刚才有讲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什么 全部没收 好 你交的钱全部没收 好 第二种情形呢 好 你交的钱全部还你 就是我前面讲的两种情形 公司来讲也很单纯 反正全部没收 一个是什么 全部 就是退还 好 那全部没收的时候呢 我前面是不是已经有借借 你先想想看 我前面的有五百九十八月 我已经有借印收 大乙润股稳 跟普通股溢价了 那我现在呢 既然是全部没收 表示 第一个 你已经产生了印收股款 是不是先交一半 还有一半还没交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是规定说 你三月底先交一半 你看 三月三十一 他先交了两千股的 十五块的二分之一 所以他先交了一万五千 好 然后呢 已交的 然后未交的呢 也是两千股里面的十五块 八千价格的十块二分之一 有一万五千未交 好 这是未交的钱 好 所以第一种情形是 我如果把它没收了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 已认 因为这样已认就没有用了 已认普通股 我就要把它冲掉 因为我可能呢 到时候再看怎么处理了 或者是我就是 十万股就变成是 只差行九万八千股 好 也可以 好 但是先把这个甲这个人呢 他认的 这部分先冲掉 所以他认的是两千 就两万 然后普通股溢价 资本公司普通股溢价的部分也冲掉 所以是一万 好 然后呢 原来我是不是还有运收股款 他本来运收股款呢 有三万 但是因为先缴一半了嘛 所以他已经有先缴一万五 所以我的运收股款 还有一万五千 没交 那我们带方式还给一万五 好 第一种情形我们就是讲 全部没收嘛 我就写借代际资本公积 没收股款 这个资本公积的来源 是没收股款来的 所以算投入资本的一项 资本公积算投入资本的一项 那可以把它想成是股本溢价来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就是没收股款 那等于是什么 等于我在发行的时候 这个股票呢 它的溢价的金额的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 没收 第二个我退还的话呢 那退还也很简单啊 变成是什么 我是代际现金 我退还给他嘛 所以公司是不是要少掉一万五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的分路 这是第二种情形 没收的时候 我就代际现金 前面那个借方的科目很简单嘛 就把前面他所承认的 把它冲掉就好了 好 这是课本上面呢 请你看一下六百页 好 是不是 第一种情形 没收 第二个呢 是退还 好 这是我看 我白板上面写的 第三种情形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三种情形它这样 好 我发行呢 以相当于 这个 以跟股款相当的股份 我收到一万五千股 对不起啊 我收到一万五千块 那等于是什么 我一股十五块 所以我等于是什么 我就发行给他一千股 剩下一千股就是什么 我另外在对外招募 好 他的意思就这样 所以等于说 反正你任任了两千嘛 结果呢 你现在交了一半 所以我就给你股份一半而已 这样听懂吗 家伟有什么 你笑的意思是什么 好 这个是第三种情形它说了 我就是把发行跟已交的股份相当的股份 所以相当于它是已经交了一千股 所以我就发行给他一千股 就这样子的意思 那另外的呢 好 所以等于有一部分的运收股份 我叫对外另外招募 好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分路就在六百页的第三种情形 所以我就是把我的已任普通股 因为它跟资本的东西全部充掉 然后我再把要退的股款再把它转 就是我不要退给它了 这个分路里面其实你也不用那么麻烦 好 我也可以怎么写 第三种情形我也可以怎么写 好 第三种情形呢 我也可以不用像课本上 分成两个分路写 既然已经是五月份了嘛 所以我已经是把已任普通股把它冲掉 好 那因为呢 我就是什么 我已经给他 这是原来的两万 好 然后呢 我的普通股溢价 那我们因为有一半的运收股款 一万五千还有一万五千的运收股款 然后呢 因为我把它冲掉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我的普通股 我发行给他 那个一万股 好 所以我的普通股溢价的部分 就是等我冲掉的部分反而有一万 那我冲掉了什么 五千 因为有一个五千已经什么 我已经实际上发行给他了 所以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我就不用应退 然后再把应退再冲掉 我也可以写这个分路吧 原来他任了普通股 已任普通股 就两种情形嘛 一种是他已经发行给他 一种是什么 重新来 或者说我不跟他收了 所以我就冲掉我的运收股款 好 那因为运收股款里面呢 等于说他原来的发行 两万里面有一万发行了 那因为其中有一个五千的溢价已经认了 在前面已经认了 所以有另外的五千 因为他等于要重新做完募股 所以他再把他冲出来就好了 我也可以把六百页的那个分路写成这样 一个分路 也可以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种情形了 第四种情形呢 他说 他说呢 我呢 重新再发行 然后损失呢 要从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认购人这个甲呢 还要去负责嘛 所以我知道呢 再发行的价格是十三块 然后呢 发行的费用是一千块 好 那我们会建议是怎么 我有想说 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干脆一点呢 就先把他的 已经认的这个部分全部都冲掉 所以会怎么写呢 就比照前面第三种情形 类似啦 我先把已认普通谷 全部冲掉 然后呢 普通谷溢价 原来呢 他所做的分路 某奖的那个2万股 我一次先把他统统冲完 因为这是等于不执行了嘛 所以是2万 1万 好 那我会这样怎么处理呢? 待会我是冲掉 应收股款你也不用再付 我也收不到了 好 我把原来的 应收股款冲掉1万 那原来已经交了 已经交的部分呢 我要退 应退股款 我先写了 1万5 但是我最后退给他多少钱? 好 这个是我们再往下做了 就是说 这个分路 我先把原来他所认购的这个股票 这个股份呢 全部冲掉 然后我收到 我会收到的 应收股款 跟我已经收到的股款 我全部把它冲掉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应退股款 他最后是退他多少呢?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了 我们退的股款里面 我们现在把2千股重新发行 我重新发行 我拿到多少钱? 好 我重新发行的时候 我拿到13块 好 乘上2千股 所以我拿到2万6 好 然后我再发行的时候 我就不用再普通一任了 因为直接发行了嘛 所以我中间就 你买了 我就只给你股票了 所以普通股2万 好 然后呢 我的普通股溢价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 虽然我在发行的价格 如果我在发行的价格低于原来你认购的价格的话 在中间的价格也要负责 好 所以表示说 不管怎么样 我的普通股溢价都要1万块 好 第二个 因为我发行虽然拿到2万5 2万6 但是我要付1千块的再发行费用 所以我实际上就拿到了2万6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借房有2万5 代方有3万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分路最后的结果是不是 我要把 我就是看中间的差 就是我要退还给他的嘛 好 所以我是不是有个代季应退付款 这样也写不下去 我只要拿到这个金额 但是我要承认的是有这么多 好 那我要把应退股款 对不起 应退股款 好 应退股款 我要冲掉 我冲掉5千 对不对 你可以看 我的代方有3万 但是我收到的金额只有2万5 虽然2万6 但是我扣掉1千块的费用 所以我实际上只收到2万5 所以中间的价差要谁 要原来的甲这个人来负责 所以我就冲他的应退股款 所以应退股款原来有 这个一开始我冲掉他的时候是有1万5 但是这边呢 我中间代发行所产生的损失有5千 所以最后我只退他1万块 所以最后这个做完第三个分路 是借应退股款1万 代现金1万 这课本上应该有写的 在我们的600页 对不对 看到吗? 所以第一个分路先把原来他所认购的分路全部冲掉 然后我们先收到的股款先把它写成 我要退给他的 但是我真正最后他有一些要他负担的 因为我在发行只拿到2万5千块的现金 而相较第一次他如果认购 按照那个旅行的话 我可以拿到3万块的现金 所以中间的差就是去冲我的应退股款 所以原来贷1万5千 现在又借了一个5千 所以我的产生贷放预有就什么? 1万块 所以我最后就还给他的股款就是1万块 所以第三个分路 借应退股款 代现金1万 就这样完了 好 这是如果你的认购的股款 后面有产生一些交易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有四种 全部退 全部没收 或者是折合 看他有值多好股份 第三个就是什么? 重新再发行 但是重新再发行所产生的损失 就是少收 这个损失也应该某程度是叫损失 可是意思是说我少收到的钱 那就有原来的股 原来的任购人要负责的意思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很快我们再配一下库长股 库长股 这个我们都在出块里头有讲过 出块里头都没讲过说认购股款的问题而已 可是这个也不是很复杂的事情 好 那库长股我们其实在出块也有讲过了 库长股就是指公司发行出去再 已经发行出去再去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所以我们买回来的成本 直接借记库长股 那库长股就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什么?再发行出去 如果再发行出去 我发行再发行的价格 高于或低于我买回来的价格的话 那我就是C个 如果我再发行出去的价格是低于我买回来的 那第一个我可以充来自库长股交易的资本公斤 如果不够 我再去充保留盈利 如果再发行出去的价格高于我的买回来的成本的话 我就承认来自库长股交易的资本公斤 这个我们初回讲过的 好 这是601页到602页 但库长股 我刚刚讲说库长股买回来 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我后面之后会再发行出去 另一种情形是什么?我把它注销 那注销的话你要看我当时候发行出去的发行价格 跟我买回来的库长股的成本中间的差 如果我发行的价格是高于我买回来的成本 那我就产生来自股票注销的资本公斤 如果相反 也就是说我买回来库长股的成本是高于我原先发行的 你要想成说我当时候卖给人家15块 结果我现在用18块买回来 我是不是多花了3块钱? 所以多花了3块钱 第一个先去找有没有来自库长股票注销的资本公斤 其实有的时候他说没有来自股票注销的资本公斤的话 其实实务上也可以充来自库长股交易的资本公斤 一样如果不够你可以借记保留银鱼 所有股东权益的科目权益的科目里面 除了其他权益之外 投入资本跟保留银鱼 投入资本绝对不能产生借方余额 好 因为尤其是台湾不允许有股份折价发行的情形 所以刚才讲如果你的买回来 你的发行成本15块 但是我从市场买回来去注销的 我花了18块 那多花了3块钱 如果我没有其他的库长股交易的资本公斤 或者是股票注销的资本公斤 我是借保留银鱼 当你切记保留银鱼的时候你都不用管 你的保留银鱼有没有足够的带方去充检 所以因为保留银鱼可以产生借方的余额 这个是你要留意到的 这是602页到603页所讲的 所以请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这不是那么复杂 因为当时我们在初会也有讲过了 好 那捐受领赠予的股票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股东捐赠的话 那我们是承认为资本公斤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特别股 好 讲一下特别股我们在休息 因为待会就会讲股利的问题 这股利我们在初会也讲过了 所以今天很多都讲过 那我希望我们今天最后能够讲一下 美股的净值怎么算 好 我们先不讲BPS怎么算 我们先来讲一下美股净值 Nate value 就是那个账念价值怎么算 因为上次刚好有同学问 那可能某些课程会用到这个观念 所以我当时有讲说 我今天上课随会跟他讲一下 好 那因为要讲美股它的净值之前 我们要先讲一下它的另外一种股票的形态 叫做特别股 那特别股大概基本上我说了 只要不是普通股 它就是特别股 公司就有两种的股票的形态 也有普通股一个特别股 但是普通股就有一种 但是特别股可以很多支 这样你这给予不同的条件 不同的权利利物 它就有很多种不同形态的特别股 好 那特别股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什么 优于普通股的盈余分配权 一般来讲 好 因为一般来讲特别股都是有固定股力 或者是它的股力的方法 都是优先于普通股 因为特别股是不能参与公司经营的 意思就是特别股的股东 它没有投票选董金氏的权利 好 所以它有 这个事件是很公平的 你刮了一扇窗 一定要开上一扇窗给它 所以要开了哪一扇窗呢 就是你可以优于普通股 优先分配股力 那甚至你可以有什么 固定股力 因为普通股呢 它的股力是看公司的 未分配盈余多少 但是特别股能 它可能 好 就看你条件 它的条件上面 它也可以设定说 你优先 不但优先于普通股东 享有股力 而且你开什么 还可以享有固定股力 好 那当然除了可以享有固定股力之外 有时候还会给它更好的条件 就是说好你不但可以享有固定股力 但公司很赚钱 公司要发放很多股力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什么 参与分配 除了你的固定股力 你还可以分配更多的股力 就是参与权 好这是股力的分配 然后再来呢 你也优于普通股 有剩余财产分配权 所以普通股东呢 是最后剩余财产分配权 也就是说公司结算的时候 他清算的时候先把负债产还完了 特别股东的权益都清产完了以后 才可以分配给股东股 所以普通股东是最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权 那特别股呢 一般来讲它是优先于普通股 好 但是呢 在605页 我刚刚讲它没有表决权 也就是说它不能参与公司经营 它不能去投票 好 不能选举董建设 那有些特别股它有给它一些条件 可转换为普通股 所以说可转换特别股 就像我们在讲长期负债的时候 我们有讲可转换公司债 类似 好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那个特别股 那你可以有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那要不要转换就看你自己的决定 好 这就是可转换特别股 那另外一种呢 特别股是可以要求公司赎回的 好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投资人有权利要求公司赎回 好 另外一种是公司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回来呢 是公司在决定的 它叫做付卖回权利的公司赞 那就是特别股 好 所以特别股 基本上 股票是没有赎回的 基本上 但是特别股如果我公司要求 这个我们发行这特别股的时候 我定了这样的条件 当然也可以 只要买方愿意买就好了 好 当然卖方愿意要这样设计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他自己都有经过多方的评估 所以这种如果特别股 它虽然没有强制买回来的这个义务 它没有像公司在有到期日 没有 但是你的发行条件上面 你可以设定是 我可以要求公司买回来 这买回来的主动权在谁的身上就不一样了 好 可能是投资人身上 特别股的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 强制公司要把它赎回 另外一种是发行公司 有强制的权力就说 现在因为市场资金的成本很低 我当时有发行的时候 因为市场资金比较紧 或者是所谓的货币比较紧缩的状态 所以利率比较高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宽松了 所以我有强制去把它买回来 叫卖回权 所以这个都是特别股的一个设定的条件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605页 他说特别股可由公司于适当时机 依特定的收回价格收回 我们叫可收回特别股 也可以什么 强制赎回特别股或卖回权的特别股 这个应该是由谁 由投资人来决定的 有这个投资人来决定是不是要求公司要做这些事情 这是特别股有很多的权利异物 那基本上这些对于这事件是很公平的 你也给他这么多的权利的时候 相对的 我跟你有 比如说好了 我这个特别股设定了有固定股利 你又有什么参与权 你可以要求公司强制赎回 我给你这么多的权利的时候 通常你的股利率就不会很高 因为我说了 你不能要求这个所有的好处 都集中在一个一类的身上 不太公平 所以他一定是什么 会平衡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好处的时候 相较就是什么 依则他的那个固定利率就会比较低 或者是你的发行价格就会比较高 这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这可以看一下 在课本上面的这个 605 06页 可收回特别股的交易 我们看一下势力6好了 看完这个例子我们就休息一下 下个第三堂课我们再讲股利 他说特别股 好就绿祥公司发行可收回特别股 1万股 面额50块股利率5% 发行价格是60块 好那请有下列的三种情形 第一个特别股不是累积的特别股 收回价格定为60块 跟发行价格一样 第二个是非累积特别股 那收回价格是70块 好那第三个是累积的 而且基建了4年的股利率 收回价格是55块 好那我们看一下 当他去做收回的时候 他的分路 最低的发行不管发行 发行的时候呢 就是根据前面的 面额是50块 然后发行价格是60块 所以他有特别股意价10块钱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607页 他这个拿到现金60万 然后呢50万是他的股本 10万是他的什么 资本公积特别股意价 那接下来呢 根据他的收回的条件来做了 好他收回呢 价格是60块 好那既然收回就把原来的分路全部充掉 那这个例子呢 因为他发行价格60块 他收回也60块 所以他完全没有什么 会动到其他的资本公积 或保留盈余的问题 好所以请你看一下 收回价格等于发行价格 所以当我收回的时候是借特别股 借特别股意价 然后在我收回的时候付出多少现金 一股是60块 所以10万股 所以我贷现金60万 这是第一个分路607页 好我们先把这个分路很快看过去 这个交易 第二个呢 我收回这样的70块 好收回这样的70块 那我们一样啊 我既然收回就把原来的发行的时候 所产生的分路的金额全部充掉 那我发行的时候是溢价10万块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我是借特别股50万 借特别股溢价10万 我借方只有60 60万 但是我贷方有70万 因为我有什么 因为我用70块去把它收回 所以我有10万块的 你先去找 有没有特别股赎回的资本公金 如果没有 就是借记保留银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607页的第二个 第二种交易形态的时候 它就是借保留银鱼 因为这个例子里面 它没有告诉我 之前有来自特别股溢价的 来自特别股收回的资本公金 所以我直接冲保留银鱼 好第三个 它有寄欠股利 好 但它寄欠股利的时候 我要一并还它 好 所以呢 第一个先看一下 我收回价格55块 好 但是我发行是60块 好 所以呢 我有特别股收回溢价的资本公金 5万块 因为每股多5块钱 好 然后另外呢 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特别股 当然我收回的时候 要还给它股利 那我还给它是股利的时候 我是借保留银鱼 或者是你要写借股利支出 贷先金也可以 因为股利支出也是什么 保留银鱼的一项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这是 如果你的发行可收回的特别股的话 那你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只要你记得 这是很基本的动作 我原来发行的交易分路 当我把这个东西注销或收回来的时候 就把原来的交易分路整个冲掉就对了 只是因为股票 它这个溢价的部分 它都没有任何处理 不像公司债 你有折亿价会因为的 你的这个负利息 或年度的去调整利息费用 所以你的折亿价一直会调整 但是债券 但是股票是不会的 所以它相较之下会比较单纯一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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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общ